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6月16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次面对面会晤 讨论俄美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战略稳定问题等 拜登4月份在一次通话中首次提出和普京当面会晤的提议 此后双方一直在努力敲定细节 尽管美俄关系因乌克兰局势和干预大选等问题不断恶化 但拜登希望建立一个明确的沟通渠道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意外 2018年,普京曾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芬兰赫尔兴基举行了会晤 官员们表示,与拜登的会晤将与2018年7月的那次峰会截然不同 当时特朗普站在普京一边 公开驳斥了美国情报机构关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的说法 瑞士每日导报24日报道称 为准备拜登和普京的峰会 一支美国工作组已经提前抵达日内瓦 还有消息称 上周日,一架不寻常的美国货机抵达日内瓦机场 为什么会选择日内瓦? 据东方网纵向新闻报道 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峰会 这次会议被视为冷战走向结束的转折点 而瑞士是中立国没有加入北约 这点更符合俄罗斯的需求 据中兴网5月26日报道 苏联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对俄美总统商定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会晤 表示欢迎 指出俄美关系是世界和平稳定的关键 戈尔巴乔夫称 双方商定举行会晤 这很好,世界再怎么变 俄美关系也是世界安全稳定的关键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 谢尔盖罗格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空讯社采访时也表示 军控核战略稳定问题 或将成为俄总统普京 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日内瓦会谈的唯一实际结果 罗格夫指出 拜登政府成员中也有不同的小组和流派 有人反对达成共识 但是至于军控问题 有别于特朗普政府 拜登本人和他的团队支持达成共识 但是具体提议将如何 只能猜测 不过他认为在俄美峰会上未必能解决其他问题 无需期待美方会降低对莫斯科的经济压力水平 以及解除制裁 美俄关系近年来持续紧张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双方在乌克兰 网络安全 人权 干预选举等问题上分歧明显 对抗加剧 但在防止新冠疫情 解决伊核 叙利亚问题 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等方面 俄美都不可能绕开对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